節目開始 上菜啦 記得訂閱 十一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十一點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好 怎麼了 你們男生呢 就是在家裡想當大爺 不是想 是一直在當大爺 然後辛苦的都是老婆 全家的事情都要我們來處理 對 我不認為這樣 對 我跟你講 妳平常所作所為 妳不要以我沒有看在眼裡 妳好像覺得妳過得悠哉悠哉的 其實妳不曉得在黑暗當中 我一直默默的在關注我 妳講得好像是怎麼樣 妳老公在家裡面也是在當大爺 大爺 我跟你講 如果光說 那個就是說說而已 對 我是有證據的 什麼證據 這個妳應該很熟悉吧 什麼東西我看 這個絕對不是我自己編出來的 妳還去截圖我的線動 這就是妳的線動 妳還會看我的線動 妳的任何一切我都看 理理外外我都看 不得了 這是好是壞 我都不知道 我甚至能透視妳的內心 我不要妳透視我內心 來 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Melody本人 對 我 我每一天很忙 OK 對 接送 等待 還要被他們命令 就是小孩命令 怎麼樣 我是你們兩個女兒的助理是不是 對 吳先生就是Melody的老公 吳先生 對 那有怎麼樣 我也是妳助理 我笑了 OMG 因為最近我們家的順位排行感覺 真的是如此 對 可是真的就是因為家裡的事情 對媽媽或是對女人來講 女兒的事 家裡的事 先生的事 都是我們的事 對不對 所以我有的時候真的覺得 我好像是家裡的家庭助理 沒錯 但是老公說真的 偶爾當下妳助理也是很幸福 妳老公是身在府中不知府 對 好像當妳助理委屈了他什麼樣 要是我 如果妳是我老婆 我當妳奴隸我都OK 妳最好是 但我在我們家真的是 燈塔 燈塔 你是燈塔來皇上 一盞燈 來皇帝 對 講皇帝就太俗氣了 OK 就是我們家裡面就是以我為主 以我為尊 所以如果要用一種動物來形容我 那就已經不做他想了 事實上我昨天就準備好了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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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嗎 好阿語 你是一個龍 你在你們家是穿龍 對 雲 雲是你嗎 是我 好 那我幫你聽 來 3 2 1 平身 不對 你的龍 為什麼只有爪子是三個 三個爪有什麼問題嗎 黃上的龍爪是五個啊 真的啊 迪欣 你不要理他 他什麼龍 他在家是烏龜 因為你有一個名言 你講 對 在家當的龜尊 因為他在家裡 真的是蝙蝠 所以在外面像一條龍 回家一隻烏龜 OK 先來我們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因為這個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抱怨 這個在家裡真的是 就是 不如外面的這個聖龍火火 外面風光回家落寞 對 好,我們先歡迎詩鵬哥 來 大家好 李欣 好,夫婦黨 靖倫 來,歡迎 我們左手邊 我們的楊昇達 好,另外一組也是我們的夫妻 來,介紹老婆 靖湘 大家好 老公 由頭到遠 到遠 剛剛我說我是龍 對 那我們也簡單的調查一下 我們的男士們覺得自己 在家裡面像什麼動物 對 赤鵬在家 你是什麼動物 赤鵬哥是什麼 誰說我在家 當大爺 我在家就是 什麼 搞錯 蟑螂 對 小強 蟑螂 為什麼 為什麼 是,我在家我總覺得 我一回家 就是那種人人喊打 就想踹的那一種蟑螂 對,在家裡沒有人要理我 哪有 看我就覺得我很討厭 我們 我們 對你沒有愛嗎 我每天像大爺一樣供著你啊 你們的愛是看 你是不是都餵他吃肥皂 靖雯 靖雯 你在家是什麼動物 我在家是這個 狗狗 小狗 小狗 每天辛苦的工作 回到家還要照顧小孩 還要照顧那個老婆的情緒 就是家裡面的人情緒都很多 但是只有他不能有情緒 對啊,如果你再有情緒的話 那是雪上加霜 那就糟糕了 所以相知隱忍了狗這樣子 自己半夜還會說 累得跟調狗 累得比狗還累 沒錯 來,這個是狗 來,聲答 誰說我在家像大爺 看我的外型這麼勇猛就知道我是 蛇啊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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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也是龍耶 我也以為我是龍 超人動的圖啊 蚯蚓 結果是蚯蚓 那蚯蚓畫得像蛔蚓 還饒蚓耶 對,就是我是家裡面一個氣氛的活化劑 然後也是那個碰到月膜啊什麼東西 我要夾縫中求生存 所以久而久之覺得自己像蚯蚓 來,道遠 好 誰說我在家當大爺 我在家是 豬 豬 啊,怎麼說 雖然這個跟我的... 不能移到你的外型就來這樣 對,跟我身材毫無違和感嘛 對,那就是雖然我在家吃得多 但是我動得也要多 任何的阿里阿渣的事都要我來做 倒垃圾啊 小孩洗澡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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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從上到下 全部幾乎都要我來做 所以然後如果做不好 就是準備被抬來吃的感覺 對 OK 這個是滿貼切的 不過看到大家形容自己的動物 這個是真的有點悲從中來 因為男人的地位是一年不如一年 真的 社會上對我們的感覺 也都完全不一樣 就到 過了某個年齡 就好像價值越來越渺小 對,在我爸媽那個年代 全台灣沒有人不大男人的 每個人在家裡面都是大爺 所以以前 像我媽媽叫我爸爸 他不是叫老公 都叫老闆 老闆投家這樣 真的啊 當家的老闆 對,都是這個 左臨右舍也都這樣叫 都老闆 然後鄰居要來找我爸 問我媽說 沈太太,你們頭的呢 頭仔 頭 對 現在我們就是都是 你家那個歸孫子 歸孫子 現在就是歸孫子 歸孫子 我們要問一下士逢哥 怎麼說你是你們家的小強 我現在先講一個 就是我覺得男女不同的就是 這一點 女人天生有月經 對,我覺得 男人天生被使喚 不是,我覺得這是正常 而且女孩子在這個時候是很辛苦 我承認 但是 你有什麼好抱怨的 不是,我舉個例子 我不是說你 所以我之前跟一些 不是說他那是說誰 不是說我,你說誰 不是說他 不是說他那邊還有別人 不是說他 你是我 你外面什麼意思 沒有 我們這個就在講夫妻的事情 沒有 我還有誰來 這個聊起來很危險 對啊 沒有,我是舉例 因為之前有一些 就是有異星朋友 大家都會出去 他現在進退兩男 他有異星朋友 他越跳越深 就是我們出去就會有男男女的朋友 那有的他們說 我那個來怎麼樣 我說 那個來不舒服你們還出來 他說 其實我那個來也還好 就悶悶的 然後我看他什麼都吃 然後什麼也玩 對不對 冰的也吃 然後後來他男朋友來了 他就突然 我那個來 你知道 你去幫我拿什麼 拿什麼 結果男朋友拿那個冷飲來 他說 你不曉得我那個來 那我想說 你剛剛還不是拿挫冰來吃嗎 對,他就是會用這種借口 你知道嗎 他自己吃可以 可是別人如果拿一樣東西給他 就覺得不貼心了 對,像男朋友 還是老公 對,就沒有照顧他的情緒 像我老婆那個來 他是一種隱喻 那李昕你為什麼會這麼難相識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說 我老婆我很體貼他 迷迷的人都看得出是我 對不對 對 東扯西哲 什麼朋友的嗎 我老婆每次一來 就是整個人都攤在床上 那個禮拜 就跟那個植物人一樣 我是覺得因為女生那一個周 真的是很不舒服 對,我們每天在流血 我們在表演子宮碎大石耶 你給我們就是一句體貼的話 或一點點 來端茶送水的服務 那不是理所應當嗎 有什麼好抱怨的啊 對,要什麼好抱怨的 你有沒有來 我們來那個也是為了之後 要給你們男人繁衍後代啊 要給你們家傳宗接代啊 是不是 沒有沒有,就有時候太久了 隔一個禮拜他還是躺在那裡 我說也應該差不多了啦 他說沒有沒有 還是很不舒服 對啊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我就覺得 怎樣躺一個月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拿什麼東西給他 只要心情情緒不好 他說 不要這個,你一點都不理解我 不了解我 不體貼我 然後水涼一點 他就說我對他不好 然後半夜我起床 他在那邊吃冰棒 沒有 沒有 不是,我要解釋 他說燥熱 他說燥熱,他就吃冰棒 然後我拿涼水給他 他就說我鬼異的行為啊 不是 半夜吃了冰 不是,我要解釋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很討厭 我有任何頭疼腦熱或來立架 這位男士就 永遠都只會拿熱水給我喝 無論我今天是心情不好 還是感冒了 還是來立架 還是肚子痛 還是什麼腸胃炎之類的 他都是拿熱水喝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覺得這種敷衍 然後回到家裡面跟老公講 今天錄影不順利 故事沒講好 來 喝杯熱水 對 他就這樣子 敷衍嘛 敷衍 就很敷衍 我就會吼他 我說我又不吃一朵花 澆一澆水就能活 牛兒要針對不同的情況 是拿點藥給我吃 或給我一點紅豆湯 或給我一點薑茶 貼心一點 比方說他說 不是敷衍的只是一杯熱水 那就說 家裡面有止痛藥 不管他要不要吃 就是要對症下藥 對 他說腳癢 他說我這邊有那個藥膏 你不要敷一敷 肌炎貼步 你不能全部都熱水 是不是 也可能 你的血液循環又好 他永遠都是有熱水的 糖三飲 那頭疼 頭痛就熱敷 對 熱敷 也是熱水 都熱水 所以總結就是 不是 女孩子 那個我們能體諒 但是你常常用這個 來做一些事情的藉口 我就覺得 糟糕了喔 你這個講 又犯了忌諱 你說這是藉口 我剛剛說的是 我朋友其他朋友的事情 這個女生聽到會大抓狂 你知道嗎 對 要小心現在 對 一個女生就是我 沒有 我只是說 有時候要看一下情況 我們也努力在做 但是我們有時候男孩子 想的沒有像你們想的 那麼周到 對 對 我知道四鵬哥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男人不了解女人的經歷 還有辛苦 這是 你本來就不了解 因為你又不來MC 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 但是你做任何事 你覺得是貼心 但是理心都會這樣抓狂 因為他情緒不好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 你常常在被欺負這樣 我也懂得說 什麼都熱水 因為那些問題 那你也不能 因為無藥可依就事不關己 對 那我們總是要做出貼心的樣子 可是就明明知道 他無藥可依 所以就一律都是熱水 熱水 那你要這樣想 熱水就是代表他那一份心意 是 他雖然知道熱水於是無補 其實什麼都於是無補 但是那代表是一份心意 對不對 我盡量嘛 我真的很努力 盡量是一間那杯熱水的含義 道遠 道遠 窩囊事蹟 對 女人看帥哥是欣賞 男人看美女叫豬哥 這個 其實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沒什麼不對 這個不行 沒有 你現在觀念偏差成這樣 沒有 應該說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想說 我就跟他說 他說 這個男生滿帥的 他就可以跟我討論 他就說這個男生 你看他的鼻樑好挺 你還不能反駁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覺得 這個女的我覺得 我覺得很OK 其實你 人欣賞美的或帥的事物 我覺得是天經地義 對 那他就會跟我討論說 這個人身高怎麼樣 那他的腿很長 整個身材的比例非常地好 那我就想說 那他應該是能夠跟我一起討論 那所以我有一次就是 你們有共同的品味 對 我們有共同的品味 那有一次我在路上逛街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女的 就是非常地漂亮 像Melody姐這樣子 謝謝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看他的腿好漂亮好細喔 炸死 對 什麼炸死 對 然後一開始我就跟他 我就想說 你應該會跟我討論 那他一開始就很冷淡 會有 我說 你自己講就不行 對 沒有 我就說 我是想說他是可以跟我討論 那我就想說 那他就說對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氣氛好像不太對 那我說你覺得他這個身材比例怎麼樣 你還講 對 我就想說 我覺得他是可以跟我討論的 那我就想說那身材比例怎麼樣 他說怎麼樣 你是覺得他身材比我好是不是 對 那你去跟他要電話 對 他整個就跟我翻臉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你可以看帥哥 那我看美女就叫豬哥 美女你會生氣 不是 因為你看 我長得像南投豆花妹吧 對不對 我講得不為過 所以他看我就好 他看我可以夠肉粥 然後我平常看 他又不是靠顏值吃飯的 我看他又不能夠肉粥 我還補充 看久了會想吐 所以也 看看別人來調劑緩和一下 我就是總是要看一下 那個台劇韓劇的那個男主角 來平衡一下 補一下眼睛 對不對 就是青菜蘿蔔吃久了 偶爾也要喝個雞飯 然後他看一個 他有時候很現實 他看一看韓劇 歐巴 然後看過來 我沒有這麼誇張 直接看我就嘔吐 我沒有這麼誇張 他不會吐出來 我沒有這麼誇張 姐姐 是你自己會問我說 那我呢 對 然後她就 我沒有這樣 妳就有 沒有 對 這個是男人的共識 就是千萬不要在女朋友 或老婆面前去稱讚 自己 別的女生 如果你老婆稱讚 你符合她那是一件事 可是你要小心 自己也可能是地雷 但是如果她根本還沒有開口 然後你自己先去稱讚 另外一個女人讓你完蛋了 完蛋了 我昨天跟我老婆在吃飯 還有別的朋友在 然後就在聊最近一個爭議的女網紅 聊著聊著 玉琳哥 你認識她嗎 何止認識 我跟她很熟好不好 我老婆不曉得她生什麼氣 誰要出門吃排骨飯 那妳烏烏幹嘛呢 然後去吃壽司 她說 壽司裡面也有飯 不曉得我老婆到底對 有什麼仇 她每次問我要吃什麼 我說 那妳烏烏的 虧妳還吃得下 你以為妳每天不是稀飯 就是魷魚羹 對 她每天不是滷肉飯 只有排骨飯 對 她受夠了 對 我昨天跟我老婆在吃飯 還有別的朋友在 然後就在聊 最近一個爭議的女網紅 聊著 玉琳哥 你認識她嗎 何止認識 我跟她很熟好不好 我老婆不曉得她生什麼氣 什麼妳跟她很熟 我說我跟她跟她很熟 妳不能講認識就好嗎 我說認識 可是我真的跟她很熟 妳講認識就好熟 妳咬不起是不是在拽什麼 妳啊 怎麼跟她很熟 這個秘密 整個大秘密 因為妳在那邊逞怎麼能 在朋友面前說 我跟這個女網紅很熟 怎麼樣 妳跟她很熟 妳很了不起 妳很光榮 那我不能熟 那為什麼妳要跟別的女人很熟 奇怪了 而且妳老婆就坐妳旁邊 沒有 以她們的認知 她們覺得熟就是有到那種 比較親密的 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她們眼裡熔不下一粒沙耶 不行 是 對 異性熔不下一粒沙 我們的眼睛又不是為了熔沙子長的 對啊 好啦 靖倫 你說妳的板子 來靖倫 對 我的就是這個 過節爽的都是女人 苦的都是男人 對 然後妳知道女生 尤其是我老婆很喜歡過節 妳想一想男人能過的節有什麼 父親節跟我生日 我生日也沒有記得 父親節 還有雨傘節 對啊 然後就是1月1號元旦 新的一年 老婆說新的一年 可能要買個新東西 沖沖洗這樣子 跟買個新包包 新衣服 對不對 1月1號過了是什麼 就是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就是要包紅包給她 不包給她 她還生氣 因為她是家庭主婦 對 因為我在新加坡沒有 我沒有自己包給自己老婆 這種習俗 我來到台灣她說有 我就說好 有 沒有是她決定的 對 從正面的 但是台灣好像也沒有 因為我覺得 不太合理這樣子 沒關係 妳要 天啊 我就包給她 我還包新加坡的 大概我們的價碼 包給親人 可能2000這樣子 她不高興 2000 2000 誰會高興 因為我們那邊包 包給家庭 其實就2000 大概100塊新幣這樣子 台幣2000 對 台幣2000 她就說這個不對 現在連小孩都不拿 對啊 我不知道 對 然後後來就來了一個什麼 安太座 去年一個安太座 一個世界包 因為我就網路上就是說 你們幾個贊 我就包多少塊錢給她 結果我包了10萬 因為太多人點贊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太不可理喻了 然後農曆過年 過了之後是什麼 情人節 情人節一定都不是我們爽 我們要讓女生爽 對不對 對 因為就要買東西買花 而且還要製造驚喜 這就來了 我老婆就喜歡驚喜 但就喜歡拆穿你的那個人 對 要驚喜要拆穿 對 她喜歡享受拆穿你 給她驚喜的那種快感 我很難給她驚喜 她沒有驚喜 她又很失望 我很難做 所以我很頭痛 我最討厭就是過情人節 情人節一般她要禮物 都是哪一類的 她其實沒有講 她就 她想要什麼 這個是我滿討厭的 就是我如果拆不到 她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糟糕了 那你真的要當她肚子的回叢 而且我買到一個很貴的時候 她不要用的時候 她說妳幹嘛花那麼多錢 對 妳為什麼要浪費錢 沒錯 那我裡外不是很簡單 對 我覺得狗 連狗都不 你們要觀察女生 我們往往在那些幾日之前 我們都會給暗示的 比如說經過的櫥窗 滿好看的 會走過去對不對 可以 這個不錯 對 你們自己選擇無視我們 那怎麼辦 對 幫我們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一些暗示 那要做得明顯一點 讓我知道 因為我常常忙在外面這樣 而且我跟你講 有時候節日太靠近 妳要幾次 我要記幾次嗎 因為2月14過完 又3月14號 對 白色情人節 妳又要送什麼東西 你老婆還要過白色情人 妳真的比較辛苦 我是沒有過那麼多 七戲也要過 什麼 七戲 七戲 接下來就是七戲 七戲完之後就是她生日 然後就 關棍節 關棍節 關我什麼事 關棍節 雙十一 我剛剛這個要幹嘛要過 關棍節 買東西 搭檢價 清空購物車 對 然後就到聖誕節 然後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想一想 除了生日 我好像我好像沒有說到什麼理 還好妳的生日不是在父親節那一天 不然妳什麼都沒有 還好老婆今天不在這 過節容易過日子難 其實因為那個節開開心心地過 但是每天每天的生活 這個才是真正必須要 必須要重視的 只要能 只要能讓她開心就好 對 我覺得男生好辛苦 真的是家裡的底層 還深打 男生真的要振作 我們已經被整個社會邊緣化了 女生衣服好幾樓 男生只有一小區 妳還有一小區 真的很正常 真的東西 剛才靖倫說 女生會每個節日都要過 但是其實我覺得女生更可怕 她們會自己創造很多活動跟節日 對 比方說那個什麼 聖誕節前後她們還要交換禮物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結婚之後 男生的舉這種東西就煙消雲散 是啊 是啊 可是女生交換禮物 還有什麼生日趴什麼 她們可以一樣持續進行 然後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氣 我說好了 好久沒出門 然後就跟她一起去逛 就逛街之後 他們到一個那個精品選貨店 選起來不得了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提起姓志跟他們一起逛 我說那小姐那不好意思 那男生有沒有哪區域可以逛 對 他說有啊有啊 那個楊先生那你就往那個牆壁那邊 那個角落那 然後我就走到那個牆壁那角落 我說這個角落 對對對 你再幫我推開那個隔間 隔間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櫃子 有啊有啊 那櫃子 櫃子在上面翻開就是男生的嗎 櫃子旁邊下面有個凳子 下面有凳子 然後這個凳子移開就是我們男生的地方了嗎 他說不是不是 我們沒有男生 你就就會 對 就是我發現 而且另外就是 有 有些商場會給男生一個區域 對 我們真的跟蟑螂一樣 是 就是縮在那個夾縫中 然後還有人在抽菸 有沒有 然後大家還縮著 有沒有 我下一秒 下一秒要抱怨說 怎麼只有一張凳子 然後我突然余光看 旁邊還有三張凳子 上面做了另外三個凳子 像夾縫中這樣子 勾搭的老人這樣子 很可憐 好慘 不過你們家的衣服是這樣 因為她老婆是模特兒 對 那個衣服就跟病毒一樣 那個蔓延在他們家每個空間 是 她很可憐 她的衣服是放在那個廚房 下面也放衣服 那個放碗盤 那個碗盤的櫃子 很可憐 好慘 假的縫中求生存 對 沒差 可是這是幸福 雖然男生被女生邊緣化 但是我覺得男生有的時候 也是樂在其中 對不對 你們是這樣子嗎 對 應該是說 樂在其中 他們可能樂在其中 他們可能也習慣了 他們久而久之 就跟有的人一樣 他被虐待久了 他不覺得自己被虐待 他反而是 愛上那個虐待他的人了 對 這樣子你們才有存在 是德德爾摩 症候群 我們能夠虐待你們 表示我們對你們還有愛 讓你們有存在感 有一天不理你了 你就知道了 OK 但是我們剛剛講了 是在家裡面的一個遭遇 這個都算是普通的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說 在家裡面 地位 低下 邊緣 的一些比較慘痛的事情 是 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慘痛的事情 男人悲慘的底層遭遇 男人就是躲在家裡面陰暗的角落 既潮溼又孤單 然後 怎麼這麼可憐 怎麼這麼可憐 只能當歸孫子 世鵬 世鵬哥 在家我總覺得 我講的任何意見都 只是我的意見 任何感受都只是我的感受 完全都不被採納 不被提到 你看得理心的臉 看得我的臉在這裡面 沒有 就舉個例子 像我們有時候 他不在家做飯要出去吃 他就會說 老公你想吃什麼 我就想一想 這附近有一家新開的排骨飯不錯 那我們去試試 他說好 然後他問我兒子說 兒子啊你想吃什麼 他說我想吃壽司 好 就開車出去 永遠都只到壽司店 永遠不會到我想要去吃的那個地方 不管你的排骨了 對 那我說 我覺得奇怪那你問我幹嘛呢 他說 他偶爾是要尊重一下我 但是從來我都吃不到我想吃的東西 不是 那他在長身體啊 而且誰要出門吃排骨飯啊 那你問我幹嘛呢 然後去吃壽司 他說 這壽司裡面也有飯啊 就跟我家一樣 我不曉得我老婆到底對 魷魚羹有什麼仇 他每次問我要吃什麼的時候 魷魚羹 那你呼呼的 虧你還吃得下 因為你每天不是吸飯 就是魷魚羹 對 他每天不是滷肉飯 就是排骨飯 對啊 就喜歡吃 那我就喜歡吃啊 那我就喜歡吃啊 而且我的感受 他完全也都不再顧慮了 像 我生病了 我每次頭痛腦熱 結果說 老婆好像生病 你會發燒 他摸一下 這拿什麼 男生啊 忍耐一下嘛 對不對 不是 你真的很討厭男生 偶爾一個頭頭腦熱在那邊哼 不行了不行了 就感覺他要死了 對 就很看不慣 那你們當兵是當幹嘛的 對 在國家在那麼需要你的時候 男人真的很怕死 我跟你講 男人 要流血流汗的 男人不是不流淚 只是味道斷腸食 我們也不是 我們也不是照三餐在哼 可是一旦我們哼的時候 就表示真的很嚴重 對 少來 那就是 外面就不嚴重 不是 有時候我們哼的時候 只是希望得到 安慰 我想要跟你撒嬌一下 我頭好痛 希望你能撒嬌一下 對 就要說走開別這麼娘啦 這個問題是 因為每個女生 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老公 就是一個很強壯的男人 他有那個威武感 有那個強壯感 我們就會很滿意 對 他表現出柔弱的時候 我們就會 你怎麼這樣 你知道嗎 我真的會 真的會 因為他們是一家之主啊 他如果倒了我們怎麼辦 對啊 其實一家之主只是頭銜 對 十全還是在他們的手裡 我們也是 我是覺得剛剛那些問題就是 女生其實要給男生一個台階下 因為有男生需要面子 就像我每次做台 我就給老婆一個台階下 譬如說剛剛講的 你要吃壽司那些什麼 我們去吃 我們都喜歡吃 我們都吃牛排 但是其實 我真正吃到的不是牛排 我老婆喜歡 她有一種觀念就是 別人的東西比較好吃 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她就喜歡 明明都點 點同一款的牛排 她就會先切我的肉 然後拿去吃 她就切我那盤 她不吃她那一個了 然後她自己不想吃 全部都是脂肪的那個 她就 這個給你 然後我問了 這個給你吃 你真的是狗 我只能慢慢接受 對 今天好想要 今天比較冷 我需要吃多些脂肪 來保溫這樣子 然後不知不覺 後來發現我整盤都是脂肪 全部 都是肥肉 全部肥肉 有的都是在我的盤子 怎麼會這樣子 肉都她吃 妳看 所以妳今天穿短袖 妳看 對 妳看都是子盤 臀肌的很多 而且妳講這個故事 那個狗貼在妳身上 真的恰如其分 好貼切 真的 來 道遠 好 我要說一下 我真的是應該在場裡面 所有家庭裡面地位 最卑微的 為什麼 現場可以 撐開我的皮膚給大家看 你看 就六百塊而已 真的是虧了 剩六百 真的就六百塊 連一個卡都沒有 信用卡都沒有嗎 信用卡有 是信用卡 都是我找過的 另外一張是我媽的 我就想說 我現在身上還快沒錢 那我去用血來換一點那個 賴血 你真的發念偏差 你再這樣繼續下去 你下一步就會去捐金 11點熱炒店 來 道遠 好 我要說一下 我真的是應該在場裡面 所有家庭裡面地位最卑微的 為什麼 我跟你說 我說出來絕對不誇張 我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零用錢 有多少錢 你們知道嗎 多少 一千塊 我現在現場 你還不如去打零工 對 我去打零工 我去跑 你還講人家 你一個禮拜零用錢有多少 不是 現場 我是一次拿五千 但是可以放兩個月 我現場可以撐開我的皮膚 給大家看 你看 就六百塊而已 剩六百 真的就六百塊 你連一個卡都沒有 信用卡都沒有嗎 信用卡有 但是信用卡的名字是誰的 來 等一下 信用卡的名字都是 都是我老婆的名字 我看一下 真的 另外一張是我媽的 所以我完全沒有自己的信用卡 你媽媽的信用卡 對 你們家真的母系社會 對 完全母性社會 然後我一出門 然後我要買東西 我要刷卡 拿她的卡刷的時候 一刷下去 我還要先考慮一下 因為當我一刷下去之後 她會看到 她那邊手機就刀出來 我消費多少錢 三分鐘之後她就會打電話來說 你剛剛買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會馬上跟她解釋 然後我這一千塊的零用錢 我不只說一千塊零用錢 我完了之後 一千塊我花多少 我這個禮拜花多少之後 我需要拿那個收據 回去跟她報仗 報完仗之後呢 我才能夠領下一個一千塊 一千塊 然後你知道我多可憐 有一次我經過一個兼雪車 那時候她那個兼雪車說 現在來兼雪 兼雪的時候有送那個 全家禮券三百塊 兩百五CC送三百 五百CC送六百塊的禮券 那我就想說 我現在身上一塊沒錢 那我去用雪來換一點那個 換一個 賴雪 換一個萬千兆嗎 你真的觀念偏差 你再這樣繼續下去 你下一步就會去捐金 然後我一回家 因為她有時候會去翻我的皮包 然後翻完皮包 你看我現場就有 我沒有後欄 這是真的 然後那時候有兩張 一張是三百塊 她說你為什麼會有這個 全家的禮物卡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剛好經過那個兼雪車 她說今天剛好有一個活動 有送禮物卡 然後她就直接把我三百塊抽走 我瞬間我用雪換來的六百塊 我換了三百塊 雪和錢 雪和錢我完全用雪換出來的 那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她只有一千塊 是因為她平常吃都是吃家裡 然後她出去吃東西 也是回到家裡拿我皮包裡面的錢 那因為我是家裡的財務部長 所以她要跟我請款 那當然收據當然都要寫清楚 列清楚 不然我怎麼知道你花到哪裡去 然後你吃也是吃家裡 用也是用家裡 你吃家裡睡老婆的 你平常也不需要 你不需要花錢 是真的沒有地方用錢 你知道我現在多可憐 我可能有時候出去買個午餐 然後可能買個一百五十塊 那我回來我就變成說 我要偷偷的去拿那個家用錢 把它趕快把那個一百五 補回來 要不然我的一千塊 可能就只剩下八百塊 對啊 所以我這家地位非常的低落啊 那我這也是為了幫你省錢嘛 我在控制很嚴 來聲打 我聽完你們的故事 我覺得我更想哭 你們還可以出去花錢當大爺 就是三百塊五百塊還可以花 是啊 你們知道時間就是金錢 我所有的時間都在 基本上三餐的時間到了 我就在幫若琪做飯 所以我基本上 那你為什麼不去當廚師 對啊 我是結婚之後才發現 他竟然就是調理身體調理到後來 他已經習慣吃我做的飯 然後每次吃完就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就蠻有成就感的 久而久之 就在他姊妹濤間 傳開這件事情 他們的姊妹濤來我們家下午茶的時候 說 我們今天不要叫外送 我們吃生打煮的 就連他姊妹濤的聚餐 我也在下廚 然後我就想說 而且我有強迫症就是 我喜歡客人吃到 就是進來吃的第一口是熱的 所以我也不能夠那道菜已經準備好這個 然後再進去弄第二 我是希望每一道可以輪流上的時候 每一道他們吃的時候 都是熱騰騰的 然後就是通通弄好之後 就發現 時間大概過了四十分鐘之後 我從廚房出來 想說圍裙脫掉 跟他們聊一下店 對… 若琪說 好像大家吃得差不多 我們 我跟你講 生打他那咖啡拉花厲害 好會拉花喔 那生打那你幫我們那個家裡面 那個桌子先清一清 等一下我們第二回合我們弄咖啡 我都還沒有吃到主菜 我就已經開始準備弄咖啡 對 弄完咖啡之後 他就說 生打那個冰的拿鐵 那個就不用拉花 那個你沒面子 你幫我們做熱的 然後他還主動這樣招待 然後在外面活絡起來 就是他自己的帶氣氛 我從頭到尾像個幫庸你知道 我也沒有參與到 整個餐序我也沒有講到話 我就一直在廚房那忙東忙西 結果你知道 我最近還發現我有點生病 就是 以往那姊妹濤來說做熱咖啡 我說OK 我就幫她做拿鐵 對 現在她姊妹濤說熱拿鐵 我還會說 因為我最近 我整個 我對若綺寡目相看 怎麼說 原來她看起來就是傻傻的 若綺平常來上節目 她是大隻若魚 她平常來上節目 把自己人設成瘦氣寶 被你欺凌 對 然後你還可以好語語 是 酥不知你在家裡面 窩囊成這樣 咖啡也是你在買 一條龍服務到底 對 然後她還不用花錢 然後我就連提菜那個菜回來 我就說 若綺那超重 幫我提一下 她說我提了我也不知道 放冰箱哪裡 冰箱是你在用的 你在煮菜 若綺是我的偶像 太會整頓你了 然後我弄完那姊妹套送完之後 然後所有產飯洗完之後 再進廚房 我整個半年 其實她的奶媽加幫庸 加廚師 我整個半年就過了 你知道嗎 就眨眼之後 我們新聞已經180天 我是紮仿如昨天來登記 我想說 現在只有在錄影的當下 我才會注意到我要不要穿得 好看一點 然後最近我那個蝦皮上面滑 我竟然在滑 真的 我的媽啊 你們講 不得了 我們要多跟珞琪選一選 沒錯 所以你看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說你們看節目 你不能聽一面之詞 你也不能斷章取義 有時候這個人講 對 她老公壞死了 你聽聽她老公講的 你會知道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 我的意思說 看節目要全面一點 對 你不能只聽信一面之詞 來 第二條 來 是什麼 最底層呢 像什麼呢 怎麼說 又十四棚 一下蟑螂 一下老鼠 奇怪 因為我對我兒子真的很好 我從來不罵他 不打他 而且他想吃什麼 要玩什麼我都會陪他 可是他每次回家 他經過我面前 他就跨過去 就找他媽媽說 欸 我的公主我回來了 兩個就擁抱一下 那我就過去說 兒子我也要抱一下 他就給我推開 走開啦 很討厭耶 我只要抱我家的公主 真的啊 很正常啊 媽媽都女生啊 他是小男生 當然會喜歡媽媽啊 不是啦 我老婆對他很兇很嚴厲 像不管是課業上還是生活上 然後只要做不好 老婆就會糾正 然後就滿嚴厲的那種 對不對 淹沒 媽媽 然後我每次還會在旁邊安慰 我兒子說 沒關係啦 媽媽也是為您好 他在那邊哭 看到我 我要去找媽媽抱抱 我安慰他那麼久 他還是要去找他媽媽抱抱 對啊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而且我這麼被看不起 我剛剛看到那個大字報 真的人倫悲劇耶 你兒子竟然會叫李昕換個老公 對 只要我跟 跟我老婆就是有一點爭執 在討論一些事情 我老婆有點不高興 我兒子就進來說 壞爸爸 媽媽 我們換爸爸吧 對 他說 最近不是有那個玄冰嗎 也很帥 劉德華我也覺得很帥 然後之前我們去泰國玩 他看到泰國警察 穿了那種漂亮的制服也很帥 他說 媽媽 妳要不要考慮一下 真的假的 對 只要我 我跟他媽媽有點爭執 他就打算把我換掉 我就不曉得你到底是不是我兒子 他真的不行了 認賊作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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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你兒子畫的圖 小孩子的畫 最能夠反映出他內心的心理 真實 那個童話為什麼有價值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 來 帥 Dylan就是兒子嘛對不對 美媽媽就李昕嘛 你看 臭爸爸被關 幾乎每張圖都是這樣 臭爸爸 不是被綁起來就被關 每張圖的壞人一般都是爸爸 然後他都是騎士啊王子 媽媽都是公主啊皇后之類的角色 所以 Dylan真的很愛他媽媽耶 真的很可愛 我只能說他求生育也滿強的 我是覺得因為小孩本來就是媽媽 身上掉下來的肉啊 他跟我們親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我發現 就爸爸給的愛過於廉價了 啊 就小朋友往往跟爸爸 要什麼爸爸都 就欲求的 我們就滿足他 滿足他 為什麼是廉價都要花錢 其實很不負責任 就是敷衍 而媽媽可以幫他處理很多 他心靈上的煩惱啊 學校發生的一些小矛盾啊 所以他往往有事會找媽媽 覺得媽媽更靠譜 爸爸在廉價 我還不靠譜啊 他有時候想吃什麼 你不在怎麼樣 我也會帶他去吃啊 對啊 像每次他 我收工回來 我一直在家裡喜歡作業 他說媽媽 我想要去騎腳踏車 找你爸 我拍一整天戲 我要帶他去騎腳踏車 騎兩個小時 騎幾十公里再回來 我每天都這樣陪他耶 結果 他們都沒有 沒有良心發現說 媽媽不給你喝可樂 是誰在給你喝可樂的 對 對不對 多好喝耶 媽媽不給你吃冰 是誰給你吃冰的 而且我兒子還會 我兒子還會出賣我 之前他媽不准他吃糖果 把他糖果藏起來 不然他媽去洗澡 我說 好啦 不要難過 我在吃糖果的時候 給你一口 結果他就開始吃 吃一吃 他正好出來拿東西 他說 黎人你在吃什麼 爸爸 我不是說你不能給我吃嗎 媽媽會罵 直接交給爸爸 好可愛 我跟你講 我不曉得 他到底是不是有親生的 爸爸就是小孩 成長路上的絆腳石 你們很不明白嗎 來 第三條 是什麼呢 勞累短命的蜜蜂 誰 導演 對 我真的 我們家真的算 我們算比較特殊的 因為我們是 我是跟世代同堂 我們跟阿公 然後我跟媽媽 還有大姑姑 然後我老婆跟兩個小孩 所以除了老人家跟兩個小孩 去除之外 就是三個女生了 加我女兒的話 就是四個女生 所以平常的話 只要例如說吃個東西 就是三娘轎子 只要我吃鹹一點 吃甜一點 只要一個人看說 你怎麼吃那麼鹹 然後我媽就會開始說 對啊 你怎麼吃那麼鹹 你要聽你老婆的話 我姑姑就說 對 你為什麼要吃那麼鹹 對你身體不好 然後這時候吃東西 出去外面 要出遠門 要出去玩的時候 永遠就是我開長途 像我們之前去高雄玩的時候 一整路來回 來 對 來回 幾乎都是我在開 高雄 對 然後例如說下去 吃完飯 下大雨的時候 下大雨 吃飯的時候吃完 然後全家人就是看我 我說幹嘛 你去開車 我們在這邊等你就好了 然後我停車場 可能停很遠 然後我就要一個人默默地 去開車 然後你要輸得猶投 他領餘人家去游也沒了 對 然後我老婆也不會說 老公 我陪你去 就是我一個人要默默地 然後去把車開過來 然後我根本就是跟庸人一樣 因為我要顧小孩 而且你忍心讓你的阿公 都已經快90歲了 下著大雨 他如果不小心走在路上 不小心跌倒怎麼辦 沒有 我覺得老 老 不是 我覺得阿公跟小孩 在餐廳的是OK 但我會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 就是希望有一個依賴 或者是有時候 你可以陪陪老公一起去 那小孩怎麼辦 小孩媽媽可以幫忙顧 那小孩是我們的小孩 對 就只是那一個短暫的時候 你可以陪伴我一下 他意思是說 對 我知道金像的意思 就是說你一個人去弄 就好了 對 也是 而且重點是你飯吃這麼多 我們全部人都沒有吃了你那麼多 對不對 讓你走路去運動一下 消化一下你剛剛吃的東西 他是在幫你養生 對 但我就是心裡會覺得 非常地不平衡 對 之前在拍TVBS的女力報道 拍八點檔就要很累 每天就朝五晚九 然後累得就是回到家 還要就是工作回到家 還要照顧小孩 然後回到家累得像比狗還要累 然後看老婆 我都比狗還要累 你怎麼看起來比我還要累 這個時候好男人精神就出來 我一定要幫老婆好好做家務 照顧小孩這樣子 讓她開心 讓她在家裡可以舒服一點 可是真的太累了 我就想說老婆 你等我一下 我躺個十分鐘瞇一下 你到底幾歲有這麼累 我就真的很累 因為那天一直拍 我就說你給我瞇十分鐘 我起來我給你全世界 然後我就起來 我準備要做家務了 已經隔天了 這個一歲就是隔天了 對 隔天 然後就還有一次就是 每次回家都晃神 就走著走著回去 換衣服 這很恐怖耶 對 很恐怖 那個睡醒 吸一口氣又是一天 有時候一睡醒 那口氣沒吸到就一輩子 就這樣子 什麼意思 他看到 沒吸到 還有累了一種狀況呢 就是晃神 然後就是回到家 就是脫衣換衣服 洗完澡就去睡覺 然後老婆就叫住我 你剛才進去家門的時候 你經過那個洗手槽 你不是有看到碗盤嗎 為什麼不順便洗一下 就 就有苦難 就很累 就剛好沒有看到 我就覺得奇怪 你剛才講我 現在才38 要39 我怎麼這樣子 我就累成這樣 你要小心你才幾歲 後來我才發現 這一切都是因為肝功能有問題 對 你講到重點了 太抽了 以前那個誰道遠不是也是嗎 對 我那時候脂肪肝 然後三酸肝油脂超標7倍 你們通通都是肝苦人 對 你要小心 肝脂脂肪肝OK 我這樣子 其實我也有脂肪肝 你瘦成這樣 你還脂肪肝嗎 我去做健檢五年前他做了 因為他老婆給他吃肥肉 這一切都是個輪迴 對 那你的肝可以做成鵝肝醬 一直拍戲 又沒有時間去運動這樣子 配紅酒 對 然後後來我是 本來醫生說是輕度的脂肪肝 然後這幾年 然後也沒什麼運動 因為是外食 又吃得太精緻 已經變成 我就開始擔心了 因為這個 我看FB有很多 跟我年齡相近的一些朋友 他們身體都出狀況 有些是 還有一個更慘 突然 幾個月就去世了 現在這個肝的問題 對 你凌晨是下降的 他不是老人的鑽力 然後我就很擔心 所以我每次就是 口很容易乾 然後就是每次早上前來老婆 老婆就說 你有口臭 你不說 我不覺得你一說我發現 真的 他臉有一點黃 你的眼白也是黃黃的 你看我們這樣嗎 因為我們可以 沒有 其實我最害怕的是 因為我這個醫生有說過 我這個肝如果再 再不去顧它的話 再不去運動的話 它可能就 就不好 對 而且肝硬化 對 一旦這樣子 那個就歪歪了 所以我就在想說 有誰可以幫我 就有些朋友還有一些藝人 他們就有吃過一些 他叫我吃含有白生的那種 護肝的保健品 我就想說白生是不是人生的一種 會不會這種吃太多會上火 會流鼻血之類的 不過放心 不會 其實白生它的屬性 就是比較溫和 就適合任何體質的人去吃 OK 就不會燥 對 而且你選白生的時候 一定要選成那種 蒼白山六年根 那種最好 它含人生的燥肝指數非常地高 很豐富這樣子 會長時間地修補你的肝 然後防止你的肝指 長白生 你不要買到阿里山 不要買到長棉山 阿里山沒有人生 就防止你的肝指數過高 或者是纖維化 而且含有白生這種東西 而且我吃了含白生的 保健食品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種東西 它叫做 馬卡 馬卡不得了 馬卡是男人的一個非常好的養生品 對 吃完之後 我天天在吃 馬卡 你啊 對 吃完之後 馬卡肝不在卡卡 對 很多地方都不在卡卡 真的 馬卡是活落你全身 我試完之後 我發現 體力變好 精神變好 然後家務做得非常快 老婆開心 除了開心以為老婆還幸福 而且一天只要吃一顆就好 所以我每天都跟我老婆 老婆說 老婆 今天我們也來一起修肝吧 吃一顆一粒 然後就是修復自己的肝 這樣修肝 對 你開心 我開心 身體好 精神好 工作自然會上門來找 是 對 老婆愛我們 小孩你我們 對 幸福何樂 是 很棒 真的是 人什麼都真的都OK 就是身體健康要保好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最重要的就是 一天一粒白身護肝 這肝是所謂的國病 是 很多年紀新興的 又有這個問題 對 所以平時要重視保養 要 就是你修肝 我修肝 大家一起來修肝 對 對 就是你講什麼話都聽起來很好笑 我也不知道在那邊笑什麼 我不知道 我覺得好好笑 笑得我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還要問他們 我這麼單純的人 然後搞不懂你們在笑什麼 對 我原本以為當男生很輕鬆 就是出一張嘴 說說風靈話就好了 可是今天這樣子聽下來 覺得說男人也很辛苦 對 而且也有很多委屈 怎麼一個月才兩千塊 然後這個也是 我兩個月五千 這個是什麼 坐在監牢裡面的 被掛成在監牢裡面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庸人 庸人還要請客 好可憐 然後你是兩個月五千塊 對 他們有的時候跟我們傻傻嬌 說老婆這裡頭 那裡頭 我們就多呵護他 他們也需要秀秀 但無論如何 女生就是總是善良的 就是有時候你對她一分好 她回報你十分 當然 所以有時候對老婆好 她獲得什麼 獲得家庭和樂 和樂 然後她也對我們會很貼心 是 所以人其實都是互相的 當然 就是說男人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這麼多抱怨 因為以前的男人就是大男人主義 現在只是把大男人 那一個沙文主義的外衣去掉 回到兩性平權 兩性平等的這樣一個基本面上面來講 很棒 對 所以你不要不習慣 演久了你自然就像 對 來 你的名言 你的名言 家庭和諧 沒有撇步就是大家當什麼呢 龜孫子 謝謝大家 謝謝